合着你纪小兰把朕引到这儿来 是给何大人送行的 不是不是 昨儿晚上他答应陈 他说 何时要出了家 你也甭回家了 你们俩一块在这儿念经 爱怎么玩怎么玩 纪小兰怎么也想不到 有朝一日自己会被和申板的一道 原来何大人为了躲避出差 就谎称佛祖托梦 让他念经为太后增爽 乾隆得知此事后 就让纪小兰请和申下山 怎料老季却有一个要求 请万岁爷御驾光临大爵寿 非得朕亲自去一趟啊 非得万岁爷御驾光临 那就去一趟吧 等到晚上的时候 纪小兰便摸进大爵寺找到了和申 怎料他们一进去 和申就装模作样地让二人出去 可不管纪小兰说什么 何大人都只会说这一句话 残房内清静之地 闲话说 老季健壮就对陆姑娘使了一个颜色 然后两人就冲进去 直接把和申背了出来 等何大人坐下后 纪小兰便套路起了和申 怎料何大人根本不接话 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 要不是老季足够了解和申 恐怕还真以为他是看破了红尘 哎呀行了别装了 何大人 你把我请到山上来 不是为了跟我说禅的吧 何申却十分佛系地表示 我在山上念经念得好好的 可不是我让你来的 老季却嘴硬说不是 怎料何大人听后扭头就走 纪小兰可不敢放和申离开 只能低头说是自己过来的 这可把和申高兴得不行 随后纪小兰就开始了套路 质问何大人知不知道 这三天下来 皇上已经对你起心了 我做什么了 皇上就对我起心了 哎呦 你可会这么常说话 佛弥陀佛 又来了 咱好好说话啊 纪小兰告诉和申 说你三番两次的抗旨 不去山东出差 导致皇上这两天老是问我 和申跟山东巡抚的想 他们两个有没有来往 你不是说的 皇上没来往啊 皇上 可是皇上不信啊 纪小兰话里话外 都是在说皇上怀疑他和申图谋 何大人本来都快醒了 直到纪小兰说皇上明天要来看他之后 何申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知道这是纪小兰给他下的套 于是就将计就计 答应纪小兰明天会跟着皇上下山 第二天一早 乾隆就到了大厥寺 可无论皇上也不说 何申都一口咬并不下山 要在这里为太后念经欺负 甚至还说等太后受诞结束 就真的出家当和尚 这可把乾隆气得不行 何大人要是出了家 他去哪再找一个 这么听话的白手套乾隆一气之下 就让纪小兰陪何申留在这里念经 纪小兰为了不当和尚 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既然您让臣也出家 那臣能不能给皇上提最后一个请求 随便提 提什么认得恩准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臣想与何大人一起 回到宫里 给太后磕一个头 这下和申没辙了 而太后得知此事后 也觉得和申此举有点无理取暂 于是就决定将自己犯受臣的影子 拿去赈灾 并让何申跟纪小兰一同去山东调查此事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我和申就是走断了腿 也绝不会给你连手 让我们继续换拆 走 垃圾 纪大人 我们家老爷答应了 何申纪小兰来山东微服司法 怎料还没到山东 就看到了一大批灾民 纪小兰见状就借口说有要是商业 将烫伤脚的和申片下了车 然后让陆姑娘把马车送给灾民 这可让何大人吃惊了骨头 结果到了济南城门口 纪小兰还不让他进城 反而要求和申跟他一起在作者上签字 请求皇上撤了山东巡抚德祥 但和申却不同意 并表示德祥好歹也是朝廷大员 更是皇上选定的人才 怎么能随便撤职呢 纪小兰却心之口快 说皇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皇上身边也有奸臣小兰 那你 你又得是皇上的坏坏 这可不好 难道不是吗 是为朝廷命官 拿着朝廷俸禄 大灾面前无睹于衷 不为朝廷本事 不为百姓分忧 你看看这眼前 你看看你眼前都是什么景象 何大人听后就反应了过来 知道老纪在指桑骂怀 于是就狡辩说这是天灾 他们也没办法 所以和申说什么也不签字 纪小兰见状就威胁到你 如果你不签字 那咱们就继续微服私房 刘全见状连忙 撑着老纪继续走 但纪小兰却十分自信地表示 就算和申不同意 他的那双脚也得同意 话音刚落 刘全就替和申答应了下来 这才让何大人的双脚得到了解放 可让老纪没想到的是 德祥这次却一改之前的口号 说山东的灾情十分严重 这可就不对了 德大人 你前阵子还给皇上折子 说山东没什么大灾 那是前些日子的事 这日子一过 这事情就变大了 我也没有料到 此话一出 纪小兰也无话可说 和申更是不停地催促纪小兰 说现在既然已经调查清楚了 就抓紧回京复命了 可让二人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纪小兰拒绝 德祥就跪下说道 和申听后就闭口不言了 因为他知道德祥是什么意思 唯独被蒙在鼓里的纪小兰 接起了话茬 指责得大人不负责任 身为山东的父母官 却让百姓流离失俗 到处都是饥寒交迫 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今晚的灾命 此话一出 和申就知道坏事了 果然就跟他想的一样 德祥顺着纪小兰的话 说自己也想为灾民做事 但也仅仅是开粥厂搭草棚而已 其他的事情 自己一个巡抚实在是能力有限 那还有什么事啊 要完的事情 太多了 随后德祥举例道 说给灾民发衣服熬药汤等事情 如果没有两位大人 自己根本做不到 这让纪小兰摸不着头脑 和申见状就提醒了 纪大人这里还没听明白吗 他要钱 还我们要钱 只要二位大人 向朝廷说一句话 朝廷就能付业钱来 那我们山东的百姓就有救了 那赈灾的款子 户物不是每年都给拨下来了吗 他哪够 山东早灾已经三年了 今天的灾情又这么大 全都花光了 如果不是二位大人 亲眼目睹山东的灾情 我要是上报朝廷 那谁能信吗 此话一出 和申跟老季都泛起了难 但纪小兰却怀疑得祥是在说谎 不然何泽之府为什么要绕过他 向朝廷写血折子呢 何大人 你就是为了你脑袋里的不上 治千千万万的灾民于不顾 是不是 下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别这么说话 出了事我担着 纪小兰怎么都没想到 被她视为贪官的山东巡抚德祥 竟然愿意背这个黑部 为了山东的灾民 纵然是犯了大清的履历 咱们也要把钱发下去 以为那是救命的钱呢 即便如此 她也不放心德祥 原来纪小兰到了山东之后 便质问德祥黄灾一事 怎料在和珅的暗示下 德祥回答的滴水风 还借此向朝廷所调赈灾馆 纪小兰心有一律之下 便想找何泽之府了解一下情况 可当她到了何泽之后才发现 这里早已变成了一座死城 别说何泽之府 恐怕连一只老鼠都看不见 可让纪小兰没想到的是 城中竟还有人没有离开 而她就是何泽之府刘顺敏 什么 你是刘顺敏 正是在这儿 快快醒起 快快醒起 随后她便将德祥的罪状 全都说了出来 可当纪小兰向她索要德祥的罪证时 刘之府却拒绝了 并告诉纪小兰 如果她能留在山东 亲自将赈灾款 发到每一位灾民的手上 自己就会将德祥的罪证双手奉上 而纪小兰也明白她的孤诶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可老季不知道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德祥看在眼 德祥得知纪小兰去何泽后 就来找何深威胁到 表示自己如果被拉下来 那何大人您也自身难保 德祥见状就说起了软话 说纪小兰的刀已经架到我脖子上了 所以我今天过来 就是跟何大人您打声招呼 如果纪小兰不识抬决 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但何深心理清楚 纪小兰是不会放弃的 于是就跟德祥 受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没过多久 何泽的赈灾款就拨了下来 何深提议回京复命 但纪小兰为了扳倒德祥 说什么也不同意 执意要留在山东看着赈灾款 并要求德祥明天就发 那不行吧 这有什么不行啊 原来赈灾款都是皇上 按照个县的人头发放的 可现在灾民齐聚济南府 全都乱了套 现在也没有他们的户口策 一旦发下去 可能就会有人冒领漏领 那你说什么时候发 那还不怕是得等 灾民都回到原籍 那可不行啊 灾都过了 皇上拨的赈灾款 还没到灾民手了 那不行 你有什么好多业 纪小兰听后就提议 把灾民边上号 让他们暗号领阵灾款 怎料话还没说 就被和珅打断 表示这招早在康熙爷的时候 就用了 而且地方官有康熙爷的职 才会这么做 不然谁敢担这个责任 咱们要这么做的话 那也必须得求职 何难 灾情刺 那也不行 这么大的事 万一出了刹 谁担着呀 纪小兰见状就指责和珅 为了自己脑袋上的乌纱帽 而至千万灾民一副 可让老纪没想到的是 山东巡抚德祥竟然表示 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纪小兰虽然不知道她搞什么 但眼下灾情似乎 她也只能答应下来 并监督德祥发放赈灾款 可让纪小兰没想到的是 德祥跟和珅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 死亡